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看我早上急着出门 然后全部东西都没有熟 然后咖啡只喝了一两口 然后赶着要去打球 到大家 我刚运动完 然后回到寝室 现在是下午的快三点 就我昨天大失眠 就我没有想过我喝臭臭的奶茶 会失眠整个晚上 可能7点多或快8点 然后我才睡着 然后10点多就起来 就去打球 然后我刚从北大 然后一路绕着北大外面 然后骑车回寝室 今天天气很凉爽 然后骑车起来就很畅快 就还蛮开心的 虽然就是感觉今天睡得很少 不过精神还不错 目前精神还不错 就是大陆这边的儿童节要到了 台湾的儿童节是4月 4月多 然后呢我就 好又跑去买这个麦当劳 因为这是儿童节 所以就 麦当劳就活动了 它现在10块卖科技块 只要10块钱 就10块人民币 大概台币45块 但是它没有给我那个限定的盒子 就它的限定盒子很可爱 但今天它是给我普通盒子 我再把限定的盒子 照片给它放在车 那我现在要準備去洗澡 然后再洗衣服 今天晚上要组会 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 早餐 这是 Govern机的 您的 这边就ær煮了 是的 知道吗 睡完午覺之後我就有準備去參加組會了 我今天組會比較特別的是 會有學姐分享出去分析的內容 大家午安 今天是週四 我打算去食堂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去豬豬館做點事 今天來到豬豬館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明天的歷史作業 晚上的時候再參加朋友的生日聚餐 賣門 durante我的時間 준비烤 importantes 睡醒amas 睡醒am pesos 當然 沒有 臨時 就曾題 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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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丁 跟甜甜 鸡丁 Tr pharmaceutical甭 KP 李宗盛 Cly 我刚吃完晚餐 我一下午的时候 就尝试要睡一下觉 只有睡着 大概一下下吧 就是 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我现在头还是有点通 然後我剛剛另外一個室友回來 就知道我最近的困擾之後 他就拿了這個給我 可能黑激素吧給我 因為他也有睡眠的問題 我以前基本上不太失眠 在研究生之前 就是我失眠 研究生之前我失眠的次數 大概就是五隻手頭都數得出來 就我開始睡眠品質就是變得很不好 就我可能算是會做夢 但是我醒來之後我其實不會記得 就是夢內容是什麼 所以就不會覺得這麼累 然後也不會去想 那個夢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會做到這個夢 我想說今天晚上來試試看 可以記住有沒有用 或者是我晚上先不吃 我還是很 就是睡眠還是很早的話 明天再吃 我今天早上了 就去其他蠻重要的必修課 教了一個小論文 雖然是比較輕鬆一點吧 然後就來整理一下 然後期末我 我好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論文 我想說等一下就先來整理一下 我還需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接影片 就是比較輕鬆那個晚上 因為我身體真的不是很舒服 沒睡覺就狀態都特別好 對 然後我今天有看到會有晚霞預警 也不是預警 為什麼是預警 就是這個晚霞預告 今天有很大的紀錄會出現很漂亮的晚霞 在6點多 外面的天空還很亮 就再等等看 如果今天天空很漂亮的話 等等就陪大家看 我很喜歡北京的一點就是 天氣常常都很晴朗 常常會有晚霞 在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要一起著自行車 然後也沒看到晚霞 聽音樂就會覺得 讓我覺得心情非常好 或者是來在寫室裡面 在陽台啊 坐著 看晚霞也會覺得浪漫 就是我還喜歡北京其中一點吧 就是天氣真的 相對台北來說 還是有點不太多 好 那我們就先留下電腦 看等等會不會有漂亮的天空 были很快 其實有很多的った 大家可以買得到 天空的即將 沒有光臨 已經在泛塖 我真的沒有光臨 現在是大鵬 看晚霞 也沒光臨 在夜間 會不會快樂 你很漂亮 是想見不太太 多的 在家裡 沒光臨 我看 看晚霞 要不要去 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If I never try to get it I can just forget it I'm done playing the waiting game I'm so done I'm all done playing the waiting game Hello 大家 现在是六点十五分 我刚刚五点的时候离开图书馆 然后就吃个饭逛一下潮湿 买一点小饼干回来 然后我现在想在寝室休息一下 然后拍一下剧 晚点再来写作业吧 现在期末其实还蛮多作业 就是要准备做一个结尾 所以我最近应该都算是 还有一点嘛 就今天是周六 所以今天还是可以临着适时的休息一下 因为毕竟是快乐的周末 这学期还过得挺快的 我刚刚在写学习总结 做了什么事 来一堂课学到什么 文献念了哪些 哪些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之后研究了 想要往什么方向走之类的 我就翻了我每周的主页 然后我就觉得啊 主页怎么感觉才刚写 然后就一下啪啪啪就 过了十六周 这学期就要结束了 研究生一年级 然后又要变成二年级 时间过得很快 有时候忙起来 就是过不上这么多 就只能专注在当下 反而就比较不能够是真的录一些什么 从这些很多很忙碌的日子里面 学到很多 不管是课本上的或是课本外的 可能有机会的话录一起 就来北京念书一年的一些 一些心得 因为我觉得一年还算是一个 蛮值得纪念的 的一个moment 因为再过两个周 我就要回台北 内心有点舍不得 但期待可能多一点吧 就是期待回家 就是很想念台湾的食物 就是你知道夏天就很想吃炸饼啊 就是这些豆花 想要逛夜市 我觉得这个 这个平衡就是还算是还蛮刚好 就是来这边待一阵子 然后回台北 待一阵子 就一年就这样就过了 大概是这样 那我就先来看剧 我就先来看剧耍废一下 然后晚点我们再继续看看文献打字 那我们就先休息 那我们 seerer 我们俩慎aga